金句研發 天地可破 熱情不破 天會破 女蛙捕天 地位破 隕石撞地球 但是熱情不會破 就是不利人相處 我們也要保持熱情 純真 泛涼 溫暖 這是這個意思 記性真的很好 我隨便唸哪一句 當時的情境你都記得 好 那開始進入考驗 我本來已經算是金句王 對啊 你是啊 但我的金句比較走下山路的那一種 中情 中意 中昏味 愛鄉愛逃 愛女兒 你這樣喬完我不太好情惡 那是我們韓總的 最近有一句 天地可破 熱情不破 天會破 女蛙捕天 地位破 隕石撞地球 但是熱情不會破 就是不利人相處 我們也要保持熱情 純真 泛涼 溫暖 這是這個意思 還有… 那個之前很有名的 這是模仿王世傑那一句 為了發北農的那個員工獎金 你記性真的很好 我隨便唸哪一句 當時的情境你都記得 好 那開始進入考驗 來 拍又一次進句 可憐啊 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就是有點嘲諷 有一些發言的不當 那個情境 大概那三個字的意思是 形容那個狀態是非常尷尬 然後前後失句 然後立場矛盾 大概用這樣一個狀態 這是什麼時候 因為我在北農賣菜 這個時間點有點旺了 但意思是 我是凸顯我自己的工作內容 來 要不要問我幾歲前 還是不是處男 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遇到那個報社記者 是有挖陷阱的題目 就翻手 反問回去 這個不要講吧 真的講太尷尬了 年紀應該不會比你老太多 男生這有什麼不能透露的 對啊 我國小六年級 真的喔 你不要胡說好不好 妹的你快慘叫了 對 還有一句 這個是已經算是 這個進入21世紀以後的 十大經典名句了 來 你們聽過 兔子跟著月亮走嗎 兔子跟著月亮走 這是當初為了挺科匹 在台北市議會 莫忘世上苦人多 對 這句話是希望大家 關心弱勢族群 我只想說問世堅情是何物 問世堅真理是何物 這是反駁王世堅 因為他名字正好是世堅 好 世界上最惡毒的眼神 就兩個美女在看對方的眼神 對 最溫暖的眼神 就是兩個老鄉在異鄉 相逢的時候 掌聲鼓勵 對 真的喔 每一句話 當時的情境呢 他都如數家珍 對啊 這兩年大家都非常關心你 因為你有一段時間 就好像變成失聯了 聽說很多人都找不到你 連派出所都找不到你 派出所百分百找得到你